友情提示 未成年人请在未成年人的陪同下一同观看 实验室里送来一棵枯树 里面有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在树叶和雨水的侵蚀下 像极了食堂里的番茄紫菜汤 从骨盆尺寸以及耳状骨表面的粗糙力状来看 受害人是三十出头的女性 应该是死后被人抛尸在了里面 很快一盆盆新鲜的骨头汤就被盛了出来 从衣服上没均生长的程度判断 死者在树干里躺了差不多一个月 由于头骨在砍树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 法医很难建立出死者的面部特征 静香告诉同事头骨的碎片还卡在句子上 虽然已经碎成了好几千片 但是把它当成拼图游戏的话 用不了几百个小时就可以拼完 调查发现死者名叫贾斯汀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死者死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然而他的父亲两周前才报的失踪 探员很快就把贾斯汀的父亲请了过来 从大爷口中得知 贾斯汀的职业是灵媒 自己和女儿并不亲近 因为大爷是一个牧师 之前贾斯汀还去教堂找过大爷 大爷劝他好好找个工厂去拧螺丝 结果没想到他只是笑笑 压根就不搭理大爷 老六和静香来到贾斯汀的住处进行调查 静香发现他的电脑屏幕碎成了渣渣灰 上面还有一些血迹 老六也在房间里找到了好多现金 如果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的话 凶手肯定不是为了钱 这时死者的一个朋友走了进来 他告诉老六有个男灵媒的嫌疑很大 因为男灵媒不久前刚刚威胁过贾斯汀 很快男灵媒就被带到了警局 原来他和死者之前合作过 没想到贾斯汀偷走了自己大量的客户 所以自己才会和他友好的大吵了一架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经过检测发现 电脑屏幕上的血迹正是贾斯汀本人的 看来他的确是在家里就遭到了袭击 但房间却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 所以很有可能是熟人下手 根据死者家里现金上的序号比对 老六很快找到了取钱的黑妹 黑妹表示自己只是他的客户 由于之前贾斯汀帮助过自己 他说需要钱所以自己就借给了他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老六发现贾斯汀的许多客户 都是在他父亲的教堂认识的 所以他去教堂并不是找父亲 而是为了拉客户 经过几百个小时的艰苦奋战 法师终于将破碎的头骨拼好了 他们在脑瓜子上发现了一条很细的裂痕 明显是死前造成的 所以他的死因可能是顿器外伤 凶器应该是某种圆筒型的物品 他们突然想到死者父亲 不是一直组着一个圆管杖吗 于是大爷又被友好的请了回来 面对探员的质疑 生气的大爷有些生气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大爷二话不说就把拐杖交给了他们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拐杖的大小和伤口并不相符 法医在死者衣服上提取到了一种胶粘剂 这是用来固定地板用的辅料 他们突然想到女房东之前正好在家修地板 果然在他家里找到了一把小小的大锤子 锤子的大小正好和伤口吻合 上面也还留有死者的血迹 慌张的房东慌张极了 立马解释说两人因为房租的事情吵了起来 结果自己脑子一热 就用锤子朝他头上友好的砸了过去 但这只是小伤并没有要了他的命 最后双方冷静下来就都住了手 这时静香发现在死者头骨的裂痕处 还有一个小缺口 应该是锤子敲击造成了死者的炉内出血 血液慢慢地迅速在炉内堆积扩张 一旦再有别的损伤就会致死 所以这个小缺口就是他的真正死因 他们在小缺口上找到了残留的油脂 这种油脂通常用在自行车的链条上 上面还有一层粉红色的防锈漆 老六迅速把黑妹请了过来 因为第一次见面时 老六就看见他们家的粉红色自行车 果然经过检测在自行车的链条上 发现了贾斯汀的血迹 黑妹表示这只是一场意外 自己只是轻轻地用力推了他一下 结果他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害怕的黑妹有些害怕 只好把他偷偷地藏在了枯树里 按键到此真相大白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